晚上6点30分 是我国教育史上重要的一刻 华氏UHF超高频道 准时播出国立空中大学 第一届开学典礼 民国75年 这一刻曾经举国轰动 19000多名全修生 及5000多名选修生 超越了时空的限制 当时认为在家看个电视学习 就算一时抽钱 但十年光景不到 电视落伍了 许多传播工具 相继消失在我们的眼前 到现在MD这些的都已经没有了 那屈指预算也不过是 最近这十年之间 就陆陆续续就不见了 电脑手机陆续崛起 电视CD日渐适为 一些躺在仓库里的老东西 更几乎被人遗忘 撒下新的种子 因为你知道 老古董录音盘带机 虽能运转却形同百事 空大媒体教材资料库 收藏从创校第一年的 一寸录影盘带 到后来的VHS录影带 都成为历史 现在的空大课程 已全面转移到网络 17年前空大给华氏的 托博费用是7000多万 去年只剩下28万 网络快速又能带着走 谁还要打开电视 电视形态的教材 其实它的效益 评估起来其实是 没有办法跟网页教材的 形态来相比拟 因为这个年级称 那也会针对这个年级称 需要做教玩具 空大书籍用力及困件设备 走进空大的录影棚 以往一段30分钟的教学影片 变成网络学习得切成5到8分钟 我们人的注意力 它很难那么长时间的 这个维持30分钟的长度 5到8分钟 数位学习正悄然掀起一场革命 你不能不知道的唯学习 我是古阿末 今天要说一个人格分裂进化的故事 无论是网红带你5分钟看电影 还是脸书刷讯息 学习不再流行埋头苦读 而是要转小精干 其实这些现象都有研究数据 包括Coursera ADES跟Udacity 这些的数据来看 发现这些大学生 在用这些学习的内容 他的学习专注力 大概超过15分钟之后 它就会成指数型的下降 15分钟 人类专注力的极限 穿过数位学习的甜头 很多人回不去了 但有时显得太深 也要过滤讯息的真假 我一直教教学生说 在这个资讯这么爆炸的年代 除了第一个你要学会 怎么去搜寻之外 怎么去应用 然后第二个你要去 怎么去分析这些东西 到底是对来错的 因为太多假资讯在上面 从事家教的Peter 也是数位学习的爱用者 经常上YouTube的网站 参考国外的教学模式 甚至利用数位学习平台 结合在他的教学上 因为其实学生是有自学的能力的 那只要给他好的方法 好的平台 我觉得他是可以做到 Google上去 或者是YouTube上去 只要打个关键字 你真的什么都找得到 就看你要不要而已 数位学习正潜移默化 你我的感知 即便资讯来得太容易 素食文化总是引起争议 但无论书本还是网路 学习媒介没有对错 关键还是用 通过肯定学习入 记忆再是发迹 证据